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的话呢 大致上天气都还算是稳定 明天的话天气是跟今天比较类似 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西半部 还是要特别注意空气品质 因为明天还是吹偏东风到东南风 那么西半部都是被风测 尤其中南部的话 扩散条件会比较差一些 那么明天晚上天气会有一些变化 最主要是有一波风面云气南下 所以迎风面北部 东半部地区都会转成有雨的这个区域 那么中部的话呢 也会有一些局部零星的短暂争雨 礼拜四东北风增强 温度往下降 一直持续到礼拜天之前 都是东北风影响了天气 所以迎风面北部东北部东部的话呢 云量都会比较偏多 也会比较偏凉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 来看一下云图 今天最主要是因为北方的冷高压往东面移动 我们台湾转成偏东风 到有点东南风 有点这个高压出海 那么高压回流的一个情况 明天也是类似 天晚上会有下一波风面云气 南下影响到台湾 这波风面看起来的水气 不算是太多 移动输入也很坏 但是后续 礼拜四礼拜五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迎风面北部东北部 这个水气会比较偏多 那么也会有这个下雨的一个机会 一直到礼拜天之前 其实都是东北风的影响 那么下礼拜二会有一波比较强的 冷空气跟东北风南下 那么会影响到什么程度 造成什么样子的低温 我们未来几天要持续的来观察 来看一下 在这个未来几天 容易下雨的区域的话 明天最主要是东半部 尤其东部 花莲台东附近 云量比较偏多 有一些局部零行短暂的震雨 那么在这个 未来几天的话呢 西半部持续 在我们中南部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但是礼拜四礼拜五 因为在东北风影响之下 迎风面北部东北部东部 都还是要特别距离 都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 未来四天的预测图 可以更明显看到 明天最主要是东半部 礼拜四转成北部东北部东部 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比较偏高 甚至有局部地区 雨时会比较明显 来看一下温度趋势 北部的话呢 低温没有太明显 变化大概是15到16度 中午高温 大概是17到23度 只有礼拜三比较温暖 其他时间的话呢 云量都比较偏多 会比较偏凉 那么中部的话呢 最主要是记忆温差比较大 低温大概16到17度 中午高温 21到24度 明天也是相对来说 比较温暖的一天 那么在南部的话 低温是17到19度 中午高温 大概在23到26度 也是记忆温差比较明显 所以提醒大家 明天的话呢 天气啊 大致上也还 都算是稳定不错 那么北部东北部的话呢 明天晚上天气 就会有一些变化了 有安排一些活动 的话要特别注意 这个天气的影响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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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還沒開始 雨絲卻開始飄下 甚至還變成潘沢大雨 其實您可以避免這種狀況發生 客製化天氣預報 擁有氣象預報證照的專業分析師 小智一路段 移動房的預報範圍 溫度 濕度 風向 風速 都不缺的資訊 提前決定預備 或是延期 減少損失 您也曾為陰晴不定的天氣所困擾嗎? 快來找我們 辦活動的最佳選擇 客製化天氣預報